大家好,我是贵阳的汤星剑 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学生用的钢笔 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学生笔 学生笔呢,当然就是价格便宜 书写的手感也比较好 外形呢,也不会很丑的这种笔 再简单一点说呢,就是便宜的笔 经过了层层筛选呢 最后购买了一支国产的英雄616PLUS PLUS呢,没有写出来,因为写英语实在不好看 PLUS英语过来呢,就是PLUS 意思就是比较偏大号的笔 为什么选择英雄616这款笔呢 因为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啊,都是明年要参加高考 考试呢,之前从来没有6过 希望在明年考试当中呢,能够616 所以选择了616 钢笔呢,是一种很正式的书写工具 所以我们开箱呢,也要选择非常正式的刀具来进行开箱 选择什么刀呢 很久以前啊,有一颗流星落在了地上 烧红了50多里的山川 当天的晚上呢,干将墨爷夫妇就取回了这颗流星 铸造成了两把宝剑 一把叫做干将,一把叫做墨爷 也就是无网剑和越网剑 造完这两把剑之后呢,还剩下了一点点的云铁 只能够锻造一把短刀 就是这一把短刀 这个音效不太好啊 我们重新给它配一个音效 这把刀呢,非常的珍贵 在淘宝上呢,也得30多块钱才能买到 现在呢,我们来进行开箱 好,开箱出来之后呢,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应该是它的包装 看不懂怎么拿啊 这样拿出来啊 我们先把这个笔拆出来 好,这个,还送了一个笔尖嘛 这个笔拆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正儿八经的进行钢笔的测评了 首先我们来看啊 这个钢笔呢,非常的好看 它是黑色 笔尖呢,也是包在了整个笔头当中 只露出来一点点这种呢,叫做按间钢笔 按间钢笔的好处呢 就是对于很多手小的同学 或者说拿笔习惯于偏下的同学呢 比较方便 它不会直接握在那个笔尖上 整个笔握在手里呢,比较有质感 我们看一下它的上墨 它的上墨呢,和传统的616不一样 它更改为一个上墨器上墨 这样呢,就会更加方便 而且这支616呢,它的笔夹是金色的 金色的呢,它有一个毛病 但这个毛病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好处 什么毛病呢?就是它会褪色 也就是褪色之美 很多同学也玩过一些文丸 很多文丸呢,也就是一些种子啊 或者一些石头啊 拿在手上不停地磨啊磨,搓啊搓 让那些材料的身体上呢 产生一些时间的痕迹 从而体会它的乐趣 对于钢笔而言呢,它本来就是文具 而且有一个金色的笔夹 会随着你使用时间的增长 而不断地褪色 就除了你的文化水平在使用文具当中会得到提升之外 你的这个文具也会跟着时间 以及你自己的使用而产生一个变化 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当然,我也是为了把这个退字写出来啊 退字写出来的目的呢 是因为我的网络教学班的很多同学 可能也在看这个视频 我们正好来复习一下 近期讲的几个关键内容 比如这个一字旁,形凯的写法 比如这里面的根字,形凯的写法 以及放在走之底当中 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还有近期讲的最难的,走之底的写法 当然最后我们要进行试写之前呢 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墨水 我们选择的墨水呢 是法国波尔多产局1982年产的限量款墨水 瓶子和这个盒子呢 都堆满了时间的痕迹 我们现在把它拧开 掉了那么多墨渣 吸一点点墨水就行了 好,上墨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新笔的正式的试写 新笔我们要试写一个什么内容呢 今天呢,我们就抄写一下完整的三国演绎 继续瞎写了一些东西 说实话,这个新笔的手感呢 不是非常好啊,笔尖比较色 一个呢,是因为我可能还没有找到它一个非常舒服的角度 还有呢,就是新笔的笔尖呢 它都会摩擦力比较大一些 经过你自己不断的输写呢 它会被磨得越来越顺滑 而且呢,它会形成一个和你自己的握笔姿势啊 书写习惯啊 相符合的一个独一无二的适合你自己的书写面 然后呢,这支钢笔会变得越来越好用 这也就是我们用钢笔的乐趣 好,那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